西拉欠下国际货币基因组织16亿欧元贷款确定倒债 现在希腊向欧元区再度提出延长现有纾困计划 是否有可能再生变数牵动全球金融界 在延期要求遭到拒绝后 希腊又向欧洲稳定机制提出新的贷款请求 这项第三次纾困计划为期两年 纾困金额高达5600亿欧元 不过戴松布伦也强调 新计划所要面对的条件可能会比以前更加严格 而且在周日希腊举行全民公投 以及希腊政府彻底改变态度之前 不大可能达成新的纾困协议 就在欧盟与希腊进行谈判时 成千上万的希腊民众聚集在雅典市中心 呼吁希腊人在周日的公投中 选择接受欧盟提出的纾困计划 避免希腊退出欧元区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我是在欧洲 我愿意住在欧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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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月5日希腊将进行全民公投 民调显示约有六成的民众 希望接受债权人提出的改革条件并留在欧元区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已经表示 如果公投结果偏向欧盟 他会辞职下台 周三欧元区财长和希腊还会继续开会协商 希望找到解决希腊危机的出路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